好各位同学来我们看到第五题 第五题呢 他说呢有一个矩阵A呢 他是什么 他是10乘5的矩阵 B矩阵呢是个5乘10的矩阵 那他的元素分别是什么 A矩阵呢 的元素呢是把他的列 加行 也就是I加J 然后呢 B矩阵呢 他的元素呢 是什么 是他的列 去减掉行 也就是I-J 好那我现在C矩阵就是把这两个相乘 那很明显他会得到一个10乘10 10乘10就是什么 10列 10行 10列10行就是 这样子数过来 1 2 3 这样子有10个 然后呢 这样子数过来 1 2 3 这样子也有什么 10个 那每一个 每一个 这个 C的元素呢 好 比如说C 34 34的话那就是要代表什么 我必须要从 A的 31 先去乘上 B的 1 4 4 对 然后去加上 A的 32 乘上 B的 24 要接融 记得吗 再加上 A的 33 乘上 B的多少 34 那你记得我们刚刚过 接融的部分是什么 是5 所以这里最多是多少 最多到哪里 最多到5 所以加上到 A 34 乘上 B44 最后一个是什么 A 35 乘上 B54 好 那我们刚不是讲了吗 A的话是什么 行家列 所以A是谁 A是3加1是4 乘上1-4是-3 A是5 乘上B是多少 -2 好 3加3是6 3-4是-1 再来 3加4是7 4-4是0 3加5是8 5-4是1 所以原来 C34是多少 -12 -10 -6 加0 加8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到 -20 对吧 -20 好 -28加8 OK 结束 这个是 基础题的第五题